Hello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老郎 今天车已经整备完了 然后准备出发 这次呢是准备去往东北 去墨河 然后这次格格不带了 有人说怕车张不是怕车张 这个因为有可能我会从黑河口岸出境去俄罗斯 如果去俄罗斯宠物是没办法带的 然后把那个格格放在家里边 然后这次带了什么东西呢 带了个货带电源 然后车上的电源装上了 一个睡筒 很多东西少带了 原来在锅尔漂盆的东西没带 带了一套便携锅 然后带了点那个 沉什么的 带了两个睡袋 然后上边 反正好多那个原来的工具 我都是没带着的 我感觉 没必要带那么多了 是不是 不过我刚才突然看见这个 是什么了 这个用上了 冬天的时候可以 头天晚上烧点热水放里边 第二天 第二天用的时候方便一些 把这插一下 这是冰箱也没有带 也没有带冰箱 这个水锅还是安然送给我的 我们在盲康见面的时候 安然下车就先 难道给你个大水壶 我得存好了 这个到东美特别实用 冰箱也没带 后边也没舍得 好多地方也没舍得 打这儿打个窟窿那儿打个眼的 毕竟新车新两天 然后等着那个 新车跑两趟 用旧了 也就什么都舍得了 想打眼就打眼了 到时候冰箱什么的想放也就能放了 然后这次回来呢 再出发的话 就把哥哥带走 哥哥还是要带着 哥哥现在听话了 不是像你们想象那样 说这个狗不听话 现在已经很听话了 叫也张了回来了 不像原来叫也不回来了 可能是因为大了吧 等我再回来的时候 这个哥哥也就一岁了 一岁了他就不乱扯东西了 现在还是有点爱咬东西的毛病 但是没有那么严重了 唉 想想还有什么东西没带不 基本上都带了 你也买了 这次没带什么特产 什么也没带 其实大米都用着专门带 因为在我们东北买大米 你想买南方米也买不到 好歹的全是东北米 一会儿 再去买坤纸就完事了 哥哥的狗粮也都给备齐了 我不在家的时候 让我媳妇喂喂 早晚让我儿子拿出去溜溜 那就撒点活去 就完事了 准备出发了 先把钥匙送到我媳妇那去 对了 这个车一会儿把钥匙给他扔下 我去签个协议去 签个协议哪天他愿意购户 直接就他自己一过就得了 我就不管他了 车已经卖了 车上的东西也都带下来了 先去把钥匙给我媳妇送过去 这里还有狗毛呢 哎呀养狗人哪哪都有狗毛 我要走了 人家过去了 哦 哦 这钢的 不用送了 我开车我开车我开车 开车我开车 花两块钱 印了一份卖车协议 哎呀去把这个协议签了 哎呦完了 啊手机 掉这 哎呀这个缝隙里摟掉东西 这得打上点啊 先去把卖车合同签了 签了咱就不用管了 卖车协议签了但是 钱没过不是没过 他说二周先给你一万 我这两天手没多少钱 烫了天再给你五千 我说你还没有 就一堆给我吧 过几天一堆给我吧 小孩也挺好 然后刚创业 刚开始开修理厂 我跟他爸关系也挺好 我说你先用着 过几天有钱再给我 正好朋友们把这个车钱卖了 然后买预伞 喝预伞 看两天再买吧 买个预伞 然后现在出发 我还到市里边去办点事 然后才能正式的出发 今天现在还不是 好像那边是镇政府吧 这边有个大广场 车都停这 我就在这停着了 但是好像我没看着 哪有围城间 先停着再说吧 要不找不到合适的停车地方 一会儿看哪有厕所 今天在 葫芦岛刚存的时候 在葫芦岛刚存的时候 我看 有的啥 有卖海鲜的 因为我这样我前走 就没有卖的 摄一摄 但是已经 已经都牺牲了 今天白天买的 已经牺牲了 看 红架子 买了四只 买了四只大红架子 再不吃就吃不到了 再往前走 就没有了 一块儿摆这块 咱给它煮了 吃最后一顿海鲜 再往前走 就吃不着海鲜了 光光瘾 这次出来 没有带一瓦气罐 带了个汽油炉 带了卡刺炉 然后锅具 也比较简单 带了这种便携的锅 今天 没法蒸了 没有蒸了 就没把这个 蒸蛋这个东西 放到这里边 然后把这个煎锅 再放在上面 用来蒸旁边 看看行不行 先把这炉点上 汽油炉 先点上 来 预热之后 这些炉就不用了 不用这预热 煲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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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大锅里边 夹个这个 然后再把这个 煎锅放到里边 这回往里边放螃蟹 看见 这一只大黄蟹 挺肥的 这些 这些都牺牲了 四只 然后盖一盖 哎 我让那耗石啊 一热完了 要炉着一点就着了 也不抹烟了 也省油了 也省油了 好嘞 开锅了 待一会儿 来这待一会儿 螃蟹得蒸老一点 太嫩了 容易里边卸它 等会儿 差不多了啊 哎呀我去 看起来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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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 自己的大烤蟹 哎 开干 那烤蟹先来给大家了 嗯 哇 都是肉啊 这胡椒好肥呀 胡椒主要是大家子 这本肉好 都是肉里边 哈哈 今天最后一顿海鲜 吃完了 等会儿全走就没有了 这个是它的肚脐要掰掉 这是它的排泄机构 都不能要 弄掉 然后 开干 哎 妈呀不行啊 还得蒸一会儿啊 哈哈 老啊 老啊 不行啊 这里边没收透啊 再蒸一会儿吧 哈哈哈哈 这就先 先熟了 再蒸一会儿吧 哎呀 全干了了 四只大刺牙红全干了了 这会儿熟了 吃的好过瘾 撒点水泡泡脚 今天晚上第一次在日后吧里边睡 这个还比蓝箭墙里边空间要大一些 但是 东西没有蓝箭墙装得多 睡一晚明天早上看怎么样吧 嗯 拜拜 今天有点单调 现在下期再见 赶路就这样了 就无所事下来 我们下一个口ス 很厉害较 那么 感谢观看